戈亚海报绘制过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桥区新一期的视频 我是杨狂 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这一次负责绘制了大家的女老公 可以这么讲吗 戈亚的皮肤 微涂狂欢 这个设计好帅很复古 看一眼就好喜欢 打游戏的时候 我玩过戈亚这个英雄 就觉得手感有点怪怪的 因为有个起步和刹车 然后他又老是乱动 我就觉得操作不来 手残挡全退了 反正后来新出的英雄 我是好多都玩不明白 一个比一个复杂 我打游戏不打牌位的嘛 我只玩娱乐 然后用的一些快乐的英雄 比如打击啊 金蝉 鬼谷子这种 然后这种技能见兮兮的 又不太难的 我就会玩 然后很久以前 我是个网瘾少年的时候 还玩露娜 不过前段时间 我玩了玩 我就 我就感觉 连波老矣 画画的计算量已经够多了 然后打游戏的时候 还是不要为难自己 这回画这张图 我就感觉 又杀死一片脑细胞 太难画了 感觉自己又傻了一点 然后画面一开始 我想的是 他夺到金币之后 藏身在巷子里 得意的等着朋友街头的某一阵 就这样一个画面吧 我应该要先介绍一下 这是个什么故事 我突然想到 可能有人不知道 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就看完《需求》以后 我还需要自己去完善 和拓展故事的细节 因为画草图 你还是要把剧情前后 做一个推敲的 然后从中得出一个画面 这个故事的戈亚 是出生 出生是一个千金大小姐 本身是权力的上位者 但是她看不惯周围人 滥用权力行恶 选择七暗投明 成为一个 成了阳山的傻盗 就延续着原来设计的性格 但是又是不同的故事 然后故事里有一颗 被各势力增强的金币 也就是画面里 零零亮的那一颗 反正有这么一个画面之后 就是草稿出完之后 剩下的更多时间 我就不去想故事的东西了 这个构图和光影 我一开始以为还是比较好画的 然后画到后面 我才发现实在太难画了 首先它是一个俯式 又是城市楼房 除了这盏主光之外 我一开始想的是月光嘛 然后但又要加入很多的灯光 然后灯光加少了空空荡荡的 加多了我又担心脱离我前期构思的主色调 然后感觉 感觉人脑的计算量还是有限的 起码我的是有限的吧 我画的过程中不停的后悔 说自己为什么没有多花一点时间 学一下建模 什么都是 什么都是自己人脑渲染 就很累 我自己是一天之内脑力工作达到一个上限之后 我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失去控制的感觉 然后有点失去意识 那种感觉 和别人讲话嘛 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看东西嘛 也不知道看的是什么 也看了一个个字符 连在一起我就看不懂 然后看剧语我也看不明白 讲的是啥 就我看的是跳动的画面 完全不知道剧情在说啥 是不是 就真的觉得有点变傻了 所以还是得跟着技术的进步 不停的学一些新东西才可以吧 然后拯救自己的同时 拯救自己 解放自己也可以吗 可以这么讲吗 拯救自己的同时 也让画面更近得起推敲 这样听起来 感觉好像还不错 好像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虽然累了一点 小伙伴也有教我一些新的东西 除了画画这个事情本身以外 还有些动画和建模的知识 然后我盘算了一下要学习的东西 真的是觉得任重道远 不过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然后这幅画的后期 我确实是太忙了 梁梁梁和一花有帮我推一点进度 但大家都挺忙的 然后各有各有各要头疼的事情 后面还有不停的调整 然后一直画到最后一刻 我自己是已经忙到忘记录了 所以没剪进视频里 小伙伴都有给我很多建议和支持 然后又结合项目组的反馈 我也希望能把画面完善到最适合的程度 感谢大家的帮助吧 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也感谢观看视频的你们的喜欢 我们下个视频见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